在这个影片里面会示范接驳可变电座 然后利用调教可变电座读取到的数字 控制LED灯的闪烁速度 我们去到TinkerCAD的网址 登入自己的账号 然后在左边的位置找Circuit 我们卡一下 在上方的位置我们选CREATE DEAL CIRCUT 新增一个Circuit 然后在左上方的位置卡一下改名 我们叫做02C Underscore Potentiometer 之后在右边的位置 我们找回Argino Uno的主板 我们在Search的位置Search Uno 然后将Argino Uno的Microcontroller 拖去画面的左手边位置 另外我们需要一块小的backboard 然后将我们的可变电座 放上backboard上面 我们在右上方的位置Search Backboard 然后选Backboard Mini 拖去画面右手边的位置 之后我们再找回Potentiometer 将Potentiometer放上backboard上面 我们会见到Potentiometer可变电座有三只脚 左手边的脚和右手边的脚 分别接在五屋和关的位置 中间的脚会接到A0的位置 代表读入Analog的Signal 我们先将中间的脚接到A0的位置 我们在中间脚的面包板上卡一下 然后画一条电线 连接到A0的位置 然后将这条电线改成蓝色 接着下来 我们将左边的脚接到五屋的位置 然后将电线改成蓝色 我们再将右手边的脚接到关的位置 然后将电线改成蓝色 当Arduino启动的时候 五屋的电流就会流经我们的可变电座 再经由关到我们的主板 完成一个Circuit 而中间的脚接到A0的位置 会读入一个10bit的Signal 10bit的Signal数字范围 由0至1023 总共有1024级 接着下来我们会做写曲的部分 在右上方的位置我们选曲 然后将Bord View 转成Test View 现时已经有一个闪灯的Program 写在这里 我们不需要用到这个Program 我们删除这个Program 在最上方的位置我们按几下Enter Declare两个Global Variable 第一个Global Variable 会存下我们的Potentiometer 插在Arduino版的哪一个位置 我们打回IntegerPotenti 等于A0 代表我们的可变电座插在A0的位置 第二个Variable 我们改为Value IntegerValue等于0 Value这个变数会透过AnalogWid 读取我们可变电座的数值 接下来我们在Setup的位置会召唤PinMode的功能 说回Arduino知道我们的可变电座插在哪一个位置 同时它是一个输入的装置 当我们转动可变电座时 我们会读入一连串的数字 而这一连串的数字我们需要由Serial Monitor 以Pin Line的形式 拼出我们的画面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召唤Serial Monitor Serial.Begin 9600 令到我们的Arduino版和电脑同步 从而可以互相沟通 在下方Loop的位置 我们打回Value等于AnalogWid PopPin 我们的可变电座会通过电流 当A0读入到电流之后 便会转化成数字 而存在Value里面 我们想将Value显示在Serial Monitor里面 所以在下一行我们打回Serial.Pin Line.Value 这个程式我们不想执行得太快 所以在下一行我们加入Delay 我们打回Delay 100 代表1秒钟大约会执行10次 完成了之后我们按上方的Start Simulation 然后在下方打开Serial Monitor 我们会见到一开始的数字是1023 我们可以指着可变电阻 然后按住Mouse的左键 将按钮旋转 我们会得出到不同的数字 例如我们将按钮转到最右边的位置 我们会得到0字 转到中间的位置 我们大约会得到511 转到左边的位置 我们会得到1023 如果把红色的电线和黑色的电线 这两个端位调转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0字 而扭到右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1023 接着下来我们会加入一粒LED 当我们转到可变电阻的时候 LED会根据10bit的数字 改变LED闪射的速度 我们关掉Code View 在右边的位置把LED拖进去面包板 为了保护我们的LED 我们会加入一粒220Ω的折扣 我们将LED一端接地 然后改为黑色 另一端会接到13的digital pin 然后改为红色 完成了之后我们按上方 Code View 更改我们的Program 在最上方的位置 我们打回 Int.LEDPin 等于13 代表我们的LED插在D13的位置 在Setup的位置 我们引用PinMode的功能 说回给Arduino知道 我们的LEDPin插在Pin13 同时是一个output的装置 接下来在Main Loop的部分 我们将LED点亮 我们打Digital White Digital White LEDPin Pi 然后根据Value做一个Delay 接着我们会将LED灯熄灭 我们抄回刚才刚打的两行BookWeb 把LEDPin High改为Low 然后我们选上方Start Simulation 测试一下Program 一开始我们可变电阻扭了去左边的位置 我们读取到1023的数字 我们LED灯大约会在1秒的时间转换状态 由开灯等1秒转做熄灯 然后等1秒再开灯 当我们扭我们的可变电阻 我们就会见到CV Monitor的数字改变 现时Delay的数值大约是511 我们会见到LED灯闪得相对快了 再将我们的可变电阻扭去右边 我们会见到现时的数值是41 代表闪灯由开到熄 中间的Delay只有41 闪灯会闪得很快 再次才会使用更快了 下站治扭去第二段 再是511 CV